日本女性佐佐木希的老公杜布健 过去曾经传出外遇劈腿风波 两人也多次被传出婚变的消息 不过佐佐木希后来选择原谅老公 这些年来依然对老公不离不弃 另外她在去年11月 宣布已经怀有第二胎的好消息 她在怀孕期间也常常会和网友 分享运气生活点滴 而17日她惊喜对外公开 已经顺利生下恶宝的喜讯 她在IG晒出两个粉红爱情的照片 发文表示前几天刚生下第二胎 但并未明确透露生产日期 也没有提及宝宝的性别 她同时在贴文中对于怀孕期间 留因为自己家要打气的粉丝们 比较大的感谢 为她顺利成为恶宝妈的消息公开后 粉丝们也感到相当开心 纷纷留言为她送上祝福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